约有怀孕意外流产 我伺候她做了三十天小月子 她转头却说 我根本没怀孕 就是逗留见傻小子丸呢 我笑着不戳破 想上另外几个被她骗的哥们 送她去采缝纫机 约有柳如烟大着肚子 在江州大学学校操场溜弯 缝纫就聊天嘚瑟 我小步追上她 劝她快离开 我一个还没毕业的大学生女朋友 就怀孕了 有什么好嘚瑟的 你赶紧回家去 她却吸引着手指 吃薯片 根本不管不顾 你都是研究生了 可以结婚的 再说了 这大片操场 多适合孕妇活动啊 你同学们肯定都羡慕 你有这么漂亮的女朋友 你怎么不明白呢 傻小子 你去上课吧 我一会就自己回家了 我看着柳如烟挺着肚子 一步一晃流的样子 一脸无奈 心想着 谁会羡慕我有你这样 肤浅的女朋友 笑话我还来不及呢 我站在原地 插着腰 根本不想理会她 如果能选择 我根本不会跟她在一起 就在我想入神 转头去实验室看数据时 哎呦一声 我听见柳如烟尖尖叫的声音 我马上转头看她 人已经倒在地上 我马上有一个不好的预感 一个箭步就冲过去 一个跑步的女生 正停下来扶她 你流血了 我到她面前时 鲜血已经从柳如烟的腿 往下流 鲜红一片 我的孩子 刘剑快送我去医院 我好怕流产了 柳如烟喘喘着粗气 掏出手机拍对面女生的照片 就是你撞的 你就是故意往我身上撞 什么居心啊 我抬头一看 跑步的女生正是笑话杨锦 怎么偏偏是她 我心里里扒着 杨锦一脸无辜 你 怎么诬陷人啊 是你刚才往我身上撞 我没躲避开 你就倒地上了 我好心扶你起来 你怎么 周围同学越举越多 指指点点 柳如烟指着杨锦就像一个泼妇 骂骂咧咧 你眼睛瞎了吗 往孕妇身上撞 我看你就是成心的 你好歹毒啊 我要是流产了 你就是杀人凶手 我一脸无奈 头埋得很深 巨大的声音吼着 别骂了 我打120快去你送医院 孩子要紧 说着 我掏出手机连忙拨号 柳如烟这才停住骂声 急促地说 别 别打120 你打给我爸 他在家呢 让他过来把我送医院去 他有我医保卡 不容我说 柳如烟已经自己拨通电话 学校保安也追出来看情况 帮着我把人送到学校门口 杨锦也帮忙抬着柳如烟 我们到了校门口 柳如烟副已经打好出租车 在路边等上了 我想一起上车 被柳如烟副拦住了 刘剑 你别去了 学校还有课要上吧 如烟有我在身边 你放心吧 我心里一丝不安 心想着 刚才这么着急 紧张肚子里的孩子 现在怎么还不让我去了 说着 柳浮东的一声关门 催着出租车司机快走 车子一走远 杨锦一下失声痛哭 刘剑 你相信我 我真的没有撞到你女朋友 更没有想到她会流血 看着女神梨花带雨的样子 说实话 我心里更心疼 因为我梦想中的女朋友 就是杨锦 只是还没表白 就 我心里一酸 哽咽一下说着 杨锦 你别说了 我信你 我扭头就走 实在无法因为这样的事情 面对杨锦 我跟杨锦同校七年 从本科到研究生 每年建模比赛 辩论比赛 我们都是默契的搭档 我非常清楚她的人品 曾经 我还本以为我跟她 就插一层窗户纸 就能在一起了 却没想到 事情发展成今天的样子 我只恨自己 为什么会犯糊涂 怎么就稀里糊涂的 让柳如烟怀孕了 不过事情已经发生了 我还是要尽到 男人该负的责任 不到一小时 我正在实验室做实验 柳如烟就打来电话 哭着说 孩子没有了 杨锦就是故意的 我早就听你们 戏里的女生说了 你跟她早就暧昧上了 她就是看我成了 你的女朋友 怀恨在心 我忍着她尖锐的叫声 心里竟是一阵清风 说实话 我一点都不想要 跟柳如烟之间的孩子 我安慰着柳如烟 下了课就赶到医院 给她接回出租房 这房子是柳如烟来上海后 我为了照顾她 专门给她租的 这次她流产 我跟毕业论文指导老师 请了假期 照顾她小月子 开始几天 她整日哭哭啼啼的 说是要找杨锦算账 我劝她别折腾人 一边安抚着 一边给她做月子饭 按摩 还要定期帮她洗头 带她吃牛排 买奶茶 后来她还说 不找杨锦报酬可以 但是毕竟流产了一个孩子 心情不好 想换个心情 换一个华为新款手机 八千多 我为咬着牙答应了 就在她把旧手机 不懈地丢在茶桌上时 一个主意鬼使神差地冒出来 我趁着柳如烟 玩着新手机兴奋的时候 悄悄把旧手机装到口袋里 在厨房炖汤的时候 我翻看着手机内容 奇怪的是 里面的信息都被删干净了 删干净了 这就奇怪了 我第一次产生了不好的预感 为了验证我的猜想 当天晚上 我赶紧回到研究生宿舍 找到了做IT的社友 让她给帮忙做数据恢复 异传让我震惊的信息 出现在我面前 柳如烟微信语音 清清楚楚地说 我流产了 别闹 我根本没怀孕 就是逗留见完呢 你可不知道 她根本就没有跟我 发生过任何关系 我说怀孕了 她竟然就信了 她现在忙前忙后地 给我照顾小月子 累得跟个狗似的 把我照顾得像个小公主 我不要太开心了 我反复听着柳如烟的 微信语音 原来她竟然用假怀孕 想骗我结婚 眼见月份大了 又想出一招 污蔑养景的方法 来让孩子流产 真是歹毒 社友王哲看着数据 拍拍我的肩膀 摇摇头 哥们 好消息是 你这个根本没有 失去一个孩子 坏消息是 你被那个老家来的 什么小妖精缠上了 真不知道该说恭喜你 还是说你真倒霉了 我头皮仍是麻木的 愣坐在床上 强制让自己冷静下来 思考着对策 王哲 哥们我这次是闹大笑话了 麻烦你别跟任何人 说这事 看在咱俩三年 都是一个宿舍的 哥们的面子上 行吗 我能处理 王哲点点头 我独自跑到操场 让冷风吹着 回想起一个月前 柳如烟找上门来的事情 太奇巧了 当时 我让王哲帮忙 布置了一个鲜花的表白现场 就等着女神杨锦路过 我就鼓起勇气 向他表白 就在这时 柳如烟出现在学校 刘健哥哥 我从湖北恩市老家来找你了 你猜我给你带了什么礼物 我怀孕了 是你的孩子 在柳如烟大声喧闹声中 围观的同学大声起哄 我大脑一片空白 一把鲜花从手里掉落 我静静地看着女生杨锦 从我身边走过 却没有脸上去跟她说话 等杨锦走远了 我拉着柳如烟到角落 一脸不可思议 你说什么 你怀孕了 跟我有什么关系 柳如烟红扑扑的脸上 一下白了 哇哇地哭起来 说 你忘了 你一个月前回老家 跟我发生了啥 你现在就不承认了 你是不是都忘了 当年我妈做的白菜豆腐包子 你是乞丐的时候 包子就特别珍贵 现在你是大学生了 再见到我就觉得难以下咽了 你是不是白眼狼 你连我肚子里的孩子都不承认了 柳如烟越说越起劲 围观同学越来越多 我这个人本来就是脸皮薄 从小到大也没什么朋友 上了大学就一头扎在实验室里 做实验 搞专利 我记得自己从来没有跟任何女人发 生过肉体接触 拉着她离开了学校 我这才知道柳如烟的爸爸也来到上海了 就是来投奔我这个孩子爹了 看着柳如烟和柳富明 风尘仆仆从老家来的样子 我有一些心疼 我跟柳如烟不熟 但是柳如烟的妈妈李婶婶是我的大恩人 想到李婶婶当年资助我的好 我怎么也不会想到 柳如烟会拿这么大的事情骗我 我看着柳如烟递过来的B超单 真以为自己跟她做过荒唐事 硬着头皮答应了年底就跟她结婚 现在想想 事情一开始就不对劲 掏出手机 打电话给李婶婶 她却始终无人接听 自从柳如烟妇女来上海以来 李婶婶的电话就一直无人接听 当时柳如烟找借口说 李婶婶手机坏了 我竟然信了 我继续翻看着柳如烟手机 想找到更多线索 却没有信息了 我镇定一下 又回到宿舍 找王者想办法 再恢复更多的聊天记录 我的仇要报了 李婶婶到底有没有跟他们一起骗我 我也要查清楚 王者说在恢复消息 至少需要两天的时间 我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 可是表面上 我又要拖着这两天时间 装作没事发生 为了不让柳如烟妇女起一心 我连夜回到出租房 一进家门 柳如烟和柳妇 正在嗑瓜子看电视呢 见我带了哈根达斯冰激凌回来 两人接过来就吃 见他们两个人 快活聊天的样子 我才如梦初醒 柳如烟这样子 哪里像是场后的虚弱样子 我假意问起 李婶婶什么时候 也来上海逛逛 我给他打电话 他也不接啊 柳如烟的眼神迟疑一下 柳妇马上接过话说 他还在老家卖包子吧 是不是电话欠费了 他这个人想不起来玩手机 经常手机欠费了 都不知道 柳如烟眼神下意识地 守在空中 停了几秒 我更觉得古怪 想起 我高中的时候 就是孤儿一个 靠着学校赞助 才能上得起高中 想提高成绩 上课补课班 我想都不敢想 毕竟我连食堂里的肉菜 都舍不得吃 很多人说我可怜 但都只是嘴上说说 当个八卦 只有学校门口 卖包子的李婶婶 知道我的情况后 每个月都给我八百块钱 说是让我踏实学习 李婶婶一管就是三年 我很感激她 在我走投无路的时候 给我温暖 后来我考上上海的学校 每次回到老家 都只有一个目的 就是回去探望她 所以每次都住在她家 赶上我研究生发明的专利 每年都能有些专利费 我就一股脑 给李婶婶转了两万块钱 我是真心想把李婶婶 当干妈对待着 最近这两年 我在她家经常见到柳如嫣妇女 说是李婶婶最近结婚了 柳如嫣是她的妓女 见李婶婶新的家庭一家和睦 我也为她高兴 为了报恩 我就经常给柳如嫣补课 一个月前 我回老家跟同学聚会 柳如嫣也在 我喝酒喝醉了 醒来就在柳如嫣家里 我只记得那天早上 李婶嫣就不在家了 在我早起出来吃早饭的时候 柳如嫣邪媚地看我一眼 我当时还觉得奇怪 她为什么这么看我 但是我还是没多想 更不记得晚上跟她有过关系 现在想想 从那时候起 我就没有见过李婶婶了 时间有一个半月了 我越想越睡不着 第二天早上 我就窜度着王哲请假 别上课了 尽快帮我恢复数据 她不愿意的起床 还是帮了我 我们忙活一上午 恢复的数据里 有了更震惊的消息 直接让吃午饭的王哲 惊掉下巴 原来柳如嫣和柳妇 已经把李婶婶关起来了 对话里只是两人接头的话 推进去了吗 确定她爬不出来了 我试过好 我们终于可以拿她的拆签款了 好大一笔呢 对话内容让我汗毛直立 哥们 你可别再回出租房了 一向爱开玩笑的王哲 一脸严肃地说 李婶婶要是真死了 柳如嫣妇女可就是凶手啊 他们杀一个是杀 不多你一个 我手心冒汗 按住王哲的手 声音低沉 自言自语 李婶婶现在有麻烦 我必须要回去 我要救她 我揣测着 柳如嫣贪恋钱财 但是也不至于要人命吧 要不然她也不敢杀了人 还大老远来上海 找我这个熟人啊 这不符合逻辑 十有八九 他们妇女是把人囚禁起来了 王哲点头同意 这些是你的推测 李婶婶毕竟生死未卜 再说 你没听说过激情犯罪吗 杀人犯往往都是抢劫不成 勒索不成 为了怕暴露身份 这才杀人灭口的 万一那对妇女 你一个人逗他们两个太冒险了 我拍拍王哲的肩膀 谢谢你 哥们 你帮我的够多了 接下来 我要一个人面对他们了 王哲见我执意要回出租房 眼神中闪烁着不安 就在这时 有人敲门 我起身开门 来人竟然是杨景 刘剑 你好 王哲在吗 杨景一贯儒雅的对我说着 我头皮发麻 一边转身让位置 一边想着 杨景怎么会来我们男生宿舍 一般只有男女朋友 难道 我眉口紧皱 王哲见杨景来了 也有些局促的站起来 刘剑 这阵子你不住学校 没来得及跟你说 杨景现在是我女朋友 女朋友几个字 在我耳朵边嗡嗡地响 我发愣地看着杨景 这才明白我不在的一个月 事情已经变了 一刻间 我失去了恋爱上场的机会 我呆呆地点点头 说了句恭喜 哽咽着喉咙 再也说不出别的话来了 好有一场 这是我能想到最体面的方式 杨景跟王哲说了几句话就走了 王哲亲手轻脚地过来 坐到我身边说 哥们 你会不会恨我啊 当时我也是鬼迷心窍了 杨景问我 为什么捧着花 等他 我见你都有孩子了 我就忍不住说 我喜欢杨景了 我抬起头 认真的说 不用对不起我 是我自己错过了杨景 你好好对他 我看着柳如烟手机里的真相 整整一个月 我像傻子一样 被人耍了 现在还失去了女神 我心里一阵难受 我想出宿舍透气 却见杨景还站在门口 我想着他已经是王哲的女朋友 我只是跟他点点头 就要 走 可他们两个人是邀约出去一起吃饭 还非要拉上我 我有苦说不出来 被王哲硬拉着 来到学校旁边的成都小吃店 我们刚落座 杨景就跑前跑后地点菜 买饮料 照顾我们 看到我的女神 如今是别人的女朋友 第三下次的照顾人 我心里一通难受 我们都吃上饭了 王哲又对刚落座的杨景说 亲爱的 再买包烟去 王哲一句话 杨景又屁颠屁颠地走了 看着他远去的背影 我本就难受 拿起的筷子又放下了 你知道吗 杨景这姑娘在床上也得很 看他平时端着的样子 你没想到吧 王哲一边说着 一边啃着烤串 你都跟他发展到这地步了 才一个多月吧 我难以置信地问他 王哲哼笑一声 竟说起杨景怎么怎么吸语 怎么怎么磨缩他 我忍无可忍 怒气早就冲上头顶 一身胳膊就打到他脸上 他被突然来的一拳 打得措手不及 从椅子上跌落在地 咚咚咚桌子上的碗筷 七零八落地散落地上 王哲 你是不是人 你嘴巴给我放干净点 杨景是多好的姑娘 我不允许任何人说他坏话 不管你是不是我兄弟 从今以后 我要是再听到你 说他一句坏话 小心我直接把你打进医院 我指着他放狠话 周围人惊吓的挪威志 被我吼叫声 吓住 我也没想到 自己一向过于礼貌 从不大听广众出风头 这次丝毫不给人面子 坐在地上的王哲 抬起头看着我 怂怂肩膀 却笑了 哥们 你终于肯说实话了 你心里就是还有杨景 对不对 我喘着大气 愣住 想着 这小子说这话什么意思 我随着王哲的目光回头 看向不远处站着的杨景 正对我笑 王哲从地上爬起来 拍拍土 又说 哥们 杨景人家心里早就有你了 我想撬走也撬不走啊 那天你想表白 没成功 就是因为那的大肚婆 找上门来了 为了一份责任 隐忍你的感情 我也敬你是条汉子 现在你清白了 那天没说的话 今天可以说了 我这才知道 是王哲跟杨景假扮情侣 搞一出苦肉计 逼我表白 我挠着头 看着杨景 脸颊红彤彤的热 心里一阵暖 眼角有些湿润 杨景炙热的眼神看着我 等着我说什么 可是我只是转身想走 我现在的处境 要面对柳家妇女两个人 找到李婶婶的线索 本就是要直身复显 又哪有时间谈情说爱呢 站住 刘剑 虐那个缠人的小妖精 夹我一个呗 杨景眼睛直直地盯着我 眼神坚定 不容我拒绝 我心头一热 手已经被杨景拉住了 当天晚上 我跟杨景和王哲 我当天回出租房 早两个小时 可我刚到回到家里 就见一个陌生男人在我家 坐在沙发上 跟柳如烟 正在吃同一个西瓜 我心里一喜 心想 这么快就有幺蛾子了 我一进房门 两人蹭得一声站起身来 有些呆呆地望着我 留见哥哥 这是咱们老家同乡张超 来上海出差 正巧路过 就上来坐坐 柳如烟来不及穿鞋 光着脚丫子站在地上 连忙解释 上来嗖嗖嗖 我听着忍不住想笑 我是个理工男 感情不那么发达 可我又不是傻子 我洋装热情 细精附体 如烟你快坐下 你还在坐小月子 别着凉 我给你们下厨炖的汤 补补身体 老乡也留下吃点夜宵 我说完就转身进厨房 炖一只柴鸡 剁鸡腿 剁鸡翅 叮叮当当一顿响 我的眼神瞥着 柳如烟与张超时不时眼神拉丝 我暗自满意 能有柳如烟的把柄 事情就好办了 我刚包上汤 假装接电话 要回实验室做实验 连忙走了 我大声撞门下楼 又敲声声回来 刚站稳脚 听到门内爽朗的笑声 哈哈 今天一见这个刘健 还真是一个呆瓜啊 他一个研究生 还没毕业 就能一个专利 卖好几万了 这要是以后真娶了你 真是一个提款机啊 门内传着重重的脚步声 挪动两下桌子 就听柳如烟 娇称的声音说着 你下手轻一点 张超说着 要是种了草莓 让呆瓜发现就不好了 才不是呢 那个呆瓜那方面不开窍 我在网上搜了 做完人留一个月到三个月 甚至半年 最好不要有夫妻行为 我跟呆瓜一说 那个呆瓜竟然当真了 连我手都不敢碰 别说什么草莓了 他估计还是个小楚男 什么都不懂吗 我在门外气得火猫三丈 想着当初为了让他安胎 才租下来的房子 就让这对狗男女 在里面苟且 还骂我是小楚男 我忍住不踹门进去 门里狗男女 已经哼哧哼哧地动起来 我巧声下楼 第二天早上 打一晚上麻将的柳夫 才回家 他垂头丧气的样子 我猜到他是输钱了 自从他来上海 就没好好在房间里待着 整天泡在麻将馆里 我快走两步上前 搀扶着他 塞给他一千块钱 岳父 孝敬您的 柳夫见到我 拿出红色钞票 眼睛一亮 拉着我的手 非要一块去早餐铺吃馄饨 这一刻 他跟我亲密的 比亲生的儿子都亲 见他开始上钩第一步 我心里一阵暗爽 对待见钱眼开的家伙 事情就好办了 吃早餐的时候 我有意无意地提起 最近搞的专利 又能买一笔版权费 想在老家给他买套房子 养老 我趁机问起 李婶婶最近怎么 还是不接我电话 不会有什么危险吧 他听得合不拢嘴 可是提到李婶婶 还是警戒着 不透露半个字 没关系 我有耐心跟他耗着 一连两周 我一边哄着柳夫多 去麻将馆 一边哄着柳如烟 优惠情亡 这一天 临走前 我还有意无意地 翻看一下床头 一整合的避孕套 我数了数 竟然少了六个 那东西本来 我逛超市的时候 柳如烟硬塞进去的 说是忍不住 跟我亲热的时候用 我可不想碰他一个指头 又不好明说 只好付了钱 现在我才知道 是让我给这两个 狗东西买单 我重新乌归原样 就找借口离开了 转身就躲到 转脚地方蹲守 果然不到十分钟 张超就骑着电动摩托来了 看他口袋 还鼓鼓当当的 我怀疑 他们又买新了避孕套 今天两人肯定有大活动 张超进去没过多久 我就贴到门口听 私混的两人竟然哭了 你是罗密欧 我是朱丽叶 我们才是真爱 我差点要吐 连忙下楼去找在小区 麻将房的柳父 岳父 跟我回家吧 拿你存折去 我版权费下来了 我把钱给你存进去 你这周就回老家看看新房去 柳父一听 落下麻将牌 急忙站起身来 我的好女婿 走 我这就跟你回家 一路上 我跟柳父讨论着新房子 他说要买两房一厅 我说 不行 必须四居室 以后生了孩子 孩子还需要一间儿童房 您和李婶婶 也有一间自己的房间 剩下一间 给您搞个麻将房 带着老哥几个 来家里打打麻将 省得天天往麻将管跑 怪冷的 柳父听得没开眼笑 我心想 吹牛呗 谁不会啊 反正不是真的 等我手头宽裕了 我再给你买辆车 三十万的价钱起步 哼 我的话刚起头 柳父兴奋的脚尖都要跳起来了 他就高高兴兴地边说话 边开门 眼前 衣衫凌乱的两个人 正在沙发上 忙着穿衣服 遮遮掩掩的五招衣服 往房间跑 如烟 那个男的是谁 我呆立着 一副吓傻了样子 说着就哭起来 像极了受气的小媳妇 柳父见我这个惨样子 比我还气 拎起扫把 追着这对狗男女就打 把张超打得嗷嗷叫 脑袋上冒了血 又追着柳如烟打 如烟 你这个混涂蛋 留见多老师的孩子 你欺负他 我打你不长脑子 柳如烟鬼哭狼嚎着 我就蹲在门口 不让狗男女跑出去一个 不费力气地看着柳父 满头大汗地打人 我还动动嘴皮子 岳父大人啊 我这婚怎么结啊 还没怎么挣呢 我就被虑了 我真是大傻子 我一提点 柳父八成又想到新买的房子 笑要主熟的鸭子飞了 他一声大吼 又攒一膀子立起 追两人打起来 个暗关火 还落井下石 实在不好 不过 看着狗咬狗 一嘴毛 还挺爽的 打了半个多小时 柳父能骂的词都骂了 举着打折的鸡毛杆子 呼须带喘的 张超呢 早就从三楼顺着外 墙的杆子 趴下去 他丝毫不顾及 只穿了一条红色内裤 见他灵活的样子 我直呼 内行 楼下早已来配合我的杨警 收到我的微信消息 藏在围观群众里 拍下了视频 我站在阳台窗口晃悠着 露个脸 房间内的柳如烟 披散着头发 跪在地上 痛哭流涕 我倚靠着阳台的椅子上 脸冲上 一副死气沉沉的样子 柳父说着 刘健 你打他几巴掌 柳如烟就是被那个男狐狸精 给迷住了 他现在脑子已经清醒了 知错了 你不解气 就在打他 说着 一脚踹到柳如烟后背 臭丫头 快道歉 刘健哥哥 是张超强迫我的 我本来是好心 看他是老乡 请他来家里做客 没想到 他来了一次 就记住门了 他看你不在家 就对我动手动脚 我实在没有他力气打 他们父女两个 一唱一鹤的 演技贼溜 我一看要飙戏了 赶紧鼻子一酸 挤出两滴眼泪 一副瘦气包 不肯松口原谅的架势 柳父健实在劝不住我 又拉着我到楼下饭馆 满上酒 跟我赔不是 说他没教育好女儿 我有意无意地提起 李婶婶也不知道 他女儿是这样的吗 柳父此事已经毫无戒备 满脑都是迁就 随口就把李婶婶 跟他是这几年再婚的 柳如烟早就成年了 我又问起 李婶婶人在哪 他醉熏熏的吐气 脱口而出 在一个叫鸡窝村的民房里 可是再追问下去 他有些醉了 但是脑子仍然有警惕性 嘴巴就是说不出 有用的消息 我趁机记下村名字 又给柳父满酒 掉头又说起买房的事情 岳父 你说我版权费已经下来了 今天又闹出这么一档子事情 这房子买还是不买啊 买吧 担心我跟柳如烟结不成婚 不买吧 担心房价越涨越多 到时候 想买也买不起了 一提到房子 柳父又精神起来 他使劲眨眼睛 让自己清醒 拉着我的手 兴奋地劝我 早买早踏实 房价一天一个价钱 现在有钱不买房 就是傻啊 你们年轻人 就应该早点做打算 我还是一副犹犹犹的样子 说起戴绿帽子的委屈 唉声叹气 柳父来神了 劝诫我到深夜 酒喝得一杯又一杯 终于醉倒在桌子上 我借机拿到了他的手机 翻到聊天记录 记下来老家位置 连忙发信息给王哲和杨景 让他们买好车票 我把柳父拖回出租房 就借着生气的劲 摔门而出 我说 最近一周不回来住 我就住在宿舍 什么时候回来 看心情 柳如烟自知无理 只能听着 不敢声张 我离开出租房 一路小跑 和王哲 杨景三人会合 我们坐上最早的一班飞机 来去姬沃村 这地方是柳父的祖宅 如今已经人际罕至 我们三人飞机转汽车 汽车转三轮车 直到第二天晚上 才来到姬沃村 我按照柳父照片里的细节图 一个个对比 终于找到柳父的家 我们翻墙进了院子 一通找人 可是翻遍了房子 院子前后也没有人影 就在我们失望透顶的时候 听到了萝卜地窖里 传来有人的呼喊声音 循着声音 我们找到了地窖入口 李婶婶真的被关在这里 可是人已经气息微弱了 地窖很深 没有梯子 人根本上不去 这对妇女是想 渐渐地把李婶婶 耗死在这里啊 不是饿死 就是寒冬来的时候冻死啊 就在我想跳下去 就李婶婶上来的时候 杨景突然拉住我的手 我回头看她 顺着她手指的方向 竟然有一个摄像头 正对着地窖的位置 杨景马上做了一个虚的手势 我忍着救人心切的性子 退后几步 来到院子里商量对策 怪不得柳如烟妇女 这么久不来这 也不担心东窗事发呢 原来是有一个人 成的眼睛 我感叹着 抓耳挠腮地想办法 让他们知道就知道吧 咱们先把人救上来 杨景说着 我也赞同 王者脑子一转 一拍脑门 我随身带着电脑呢 给我点时间 我试试能不能黑进摄像头监控 我们坐在院子里 听着李婶婶求救的声音 越来越小 我的心如蚂蚁肯咬一般难受 搞定 王者一声得胜的叫声 我终于心放进肚子里了 王者顺着摄像头下面的二维码 也扫码进入了管理员身份 趁机录平了十多分钟 地窖实时状态 又将白天黑夜截取了一段 剪辑在一起 再把录制好的视频做成木码 插进监控摄像头里 这样一段视频 只要不仔细看 每个十天半个月 柳如烟妇女肯定不会发现 王者操作好 我连忙爬到地窖口 大声叫着李婶婶 杨景给我帮忙地绳子 我顺着绳下去 终于见到了李婶婶 一扫地窖 里面有冬储的大白菜皮 萝卜皮 土豆 李婶婶已经试得差不多了 还好地窖盖子盖得不严实 灵心透着些空气 李婶婶还能活些日子 我们再晚一两月 估计人都要死臭了 我们三个使劲 连忙把人拖拽上来 可是李婶婶已经血糖太低了 整个人都是晕倒的状态 她已经分不清我是谁了 我们连忙把李婶婶送到小镇 上的医院 连住两天医院 李婶婶终于清醒一些 这才说起 拆迁得来的钱存的银行卡 早就被柳家妇女拿走了 我们连忙带着李婶婶 去银行挂尸 可是卡上的钱两百万 全没了 李婶婶贪坐在椅子上 原本胖乎乎的身体 已经瘦得脱象了 感叹着 亏得还有你刘健这小子 还能记得我 能回来救我一命 要不然 我这辈子无儿无女的 也没人想起我 这个冬天横竖是个死 可恶 两个恶人怎么就能命长 有钱花 老天爷不长眼啊 李婶婶哭诉着自己有眼无珠 相信了柳父和柳如烟 两个人哄人的鬼话 这才中了圈套 杨景劝着李婶婶 您别着急 现在是法治社会 咱们赶紧报警吧 让那两害人经得进监狱 非法拘禁罪 非法占有他人钱财 这两样家一起 每个十年八年的 他们出不来 李婶婶点头 我笑着问 就让他们这么快 在监狱里享清福 太便宜他们两个了吧 我这个人知恩图报 也牙子必报 十倍百倍的奉还 当天我飞回上海 推开出租房的门 我嘴角一勾 神秘一笑 对着柳如烟说 亲爱的 走 买结婚的三斤去 柳如烟正和柳父 躺在沙发上 看电视剧 一听我的话连忙起身 给我让座 女婿 你想通了 我真没看错人啊 你是聪明人 我们柳烟长得漂亮 谁娶谁想服 柳父拍着我的胸脯 柳如烟也羞泽地看着我 往我怀里扑 刘剑 你这几天没在家 我爸骂了我好几天 你回来了 我心里才踏实 咱俩是老乡 又之前有过宝宝 算是经历过考验的感情了 你放心 我一定做你的邪内助 我一脸好骗的表情说着 你们可别骗我 我留见不想当忘恩负义的白眼狼 妇女两个不停地给我戴高帽 信誓旦旦地向我保证 第二天就收拾行李 给我回老家恩氏办婚礼 我和杨景 望着我缤纷三路动手 我领着柳如烟妇女 在恩氏老家预定婚宴 预定婚纱照 预定新房子 反正预定又不花钱 我顶多忍着恶心 陪着柳如烟妇女两人笑脸 杨景陪着李婶婶 王哲继续恢复恢复数据 第四天的时候 王哲神秘兮兮地跟我说 哥们 柳如烟的瓜可太多了 婚礼一定要大办 到时候我约些特殊的宾客热热场子 杨景好奇地追问 什么人 王哲这个家伙故作神秘 只是捂着嘴巴乐 不松口 前前后后 我们三路人准备了一周 柳父两眼放光 满含希望地望着我 毕竟我答应了他们 婚礼过后 就去新房售楼处签署售房合同 就在柳如烟闭着眼睛 等着我亲吻的时候 我拿过四一的话筒 对着老家的同学好友说道 等等 今天是我刘建结婚的日子 我一定要请来宾们 欣赏一段精彩的VCR 主演是今天的新娘 说着 屏幕上播放着柳如烟与张超鬼混的视频 柳如烟大惊失色 大喊着 关掉 关掉 这都是以前的事情了 早就翻篇了 刘建 你想干什么 你这个白眼狼 柳如烟痛哭着 伸手打我 一贯的撒泼打滚 想到打一耙 没有我敬母资助你 你能有今天吗 你却不感恩 我正想开口反击他 一声粗广的声音响起 柳如烟 你看这些来宾 你认识吗 我们可是找你很久了 随着声音 众人的目光落到婚宴最后一桌 一整桌站起来的一排男人 他们像是早就做好准备 起身走过来 他们面露猙獰的表情 盯着柳如烟 他惊恐地看着一个又一个面孔 我就知道 这些男人比我怒气还重 柳如烟 还记得我崔丽华吗 我就跟你见过几次面 你就骗我说怀孕了 我竟然相信了你 把我打工三个月的血汗钱 都给你了 今天你必须给我吐出来 我王德宾 你没忘吧 你他妈还让我妈 给你伺候小月子 你要不要脸啊 我就是要打你一顿 原来是王哲从旧手机里 恢复的数据里 找到柳如烟的微信小号 他竟然用流产这招 骗了不下五六个男人 拿到五六万的补偿费 不过像我这样 还亲力轻微 伺候他一个月的冤大头 我就是独家一份了 王哲联系好这些受害者 约定着在结婚典礼上 给柳如烟一个惊喜 受害者们你一言我一语 柳如烟脸色慌张 嘴巴上还厉害着 你们都是怨者上钩 是你们爱上我了 是我有魅力 我怎么骗你们了 我要报警 你们这些男人 就想欺负好人 爸 我要报警 我听着柳如烟满口荒唐话 气得想笑 莫非他祖上是干厨子的 这么会甩锅 我的目光随着柳如烟的声音 寻找着柳富 只见他正弯着腰 借着众人注意力 都在新娘身上 想悄悄溜走 结果一个跟头跌倒在地 等他摸爬着站起身来 看到的人竟然是李婶婶 杨景推着轮椅 李婶婶坐着 低头看着柳富 柳富一个踉呛又跌倒在地 你 你是人是鬼 李婶婶对着当众人 说着柳如烟妇女两人 差点害死他的真相 现场一片混乱 他们妇女还嚷嚷着 报警 纯属污蔑 就在他们大喊的时候 三五个刑警同志进来 亮出警官证 要带走柳如烟 你们涉嫌故意杀人罪 诈骗罪 请到警察局接受调查 一向能言善变的柳如烟 捂着耳朵 差点晕倒 一个月后 我与杨景一起研究生毕业 拿到了同一家大厂的offer 我们牵手上班 也牵手出席了柳如烟的法院审判 李婶婶已经身体恢复如初 虽然拆迁款只追回来一少部分 但是她仍然很满足 唯一苦恼的是 她总是催着我和杨景生个孩子 她说晚年生活无聊 想趁着体力好 给我们带小孩 每次听到这个话题 杨景总是红着脸 继续吃李婶婶做的包子 不肯抬头 暗地里用脚踹我 让我想主意 我就指着王哲说 婶婶 你看王哲还单身呢 你快催催他 尹德王哲拿着包子 追着我跑 一边跑一边说我忘恩负义 生活本就很美好 我刘建虽然遇到过小人 但是还好 我所坚信的 美好的感情都经受住了考验 新的一年 新的一天 我会更好 全文完